5點20分來關新天氣 我是吳宣彤 今天依舊是非常的悶熱 雖然北台灣地區平地 多數地方都沒有下雨 但是在南港的山區 以及在新北的山區 在午後雷震雨的部分 一小時都有下10到13毫米左右 這雨其實也不小 而在中部南部的山區 也都有短延時的強降雨 這雨量也是在增大的 但是現在隨著進入到晚上之後 這雨時就會逐漸的緩和下來 我們要特別提醒 禮拜二的時候水氣依舊多 北部地區以及各地的山區 依舊有可能會有一些熱對流的發展 我們來看到明日天氣 降雨當然還是集中在山區為主 尤其偏向在中午之後 熱力作用發展 對流旺盛的時候 雨可能會來得比較多 來得比較大 也不排除會順著風向 慢慢的往平地的地區來做拓展 但是雨時一天會比一天還要來得少 倒是這溫度持續的炎熱 各地都有機會出現三十二度以上的高溫 而在臺東要注意 有可能會出現焚風 高溫三十六度到三十七度以上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未來一週的天氣 在禮拜三之前 其實大致上來說 天氣形態還蠻類似的 主要都是在山區 午後雷震雨 而在各地如果會下的話 比較偏向在午後的雷震雨 慢慢的拓展到近山區的平地 或者是平地 所以到禮拜三之後 太平洋高壓逐漸的犧牲 到時候全臺各地震雨的機率 也會大幅的減低 甚至連午後雷震雨的機率 也會大幅的下降 我們要提醒的是 雖然雪漆越來越少 但是溫度會一天比一天 還要來得再更高 我們來看到一週溫度圖 你會發現在禮拜三 之前到禮拜三之後 其實整週的溫度曲線圖 變化並不是特別特別的大 但是在禮拜三之前 它比較偏向在濕熱 因為整體上水氣還是有的 即便它沒有下雨 感受上非常非常的潮濕 所以就像在蒸籠裡頭 非常的悶熱 但是到了禮拜三之後 這樣的夏天的天氣形態 會更轉向為乾熱 到時就有點像烤爐的感覺了 而到時要大家請做好 這高溫防曬的工作 以及多多補充水分